Hello, 大家好 歡迎來到 Hi-Fi 發燒台 我是 Lee 三八八 我在今年年頭有一條影片 總結 Hi-Fi 發燒台 2022 年 在影片裏我提到 2022 年我只是試過一部的 CD 機 但我看回 Hi-Fi 發燒台 每次介紹 CD 唱片 其實它的收視都不錯 所以我覺得 發燒對於 CD 機還有一定需求 而且我都不時收到一些發燒 問我有甚麼 CD 機好介紹 就是這麼巧今年年頭 我真的收到一部 CD 機 今天就出片跟大家介紹 這部 CD 機就是我前面這部 來自瑞士 Office Tincum Absolute Line 系列 它的 model number 就是 A0 PS 的 SACD 機 如果大家這麼巧真的要找 CD 機 那就這樣走開,看下去吧 來自瑞士 Office 我在 2021 年 都有跟大家分享過 Tincum Absolute Line 的產品 分別有 CD 機 前級和後級 原來這系列 最近又出了兩個新成員 當然就是我前面這一部 就是 A0 PS 的 SACD 機 另外還有一部合併機 我今次試聽這部 SACD 機 原來據香港代理所說 是全港第一部 所以我還未有廠方很詳細的資料 但純粹看外表 我覺得這一部 SACD 機 應該比我之前試的一部 A0 PC CD 機高級一些 起碼看外表這一部的機身更加高 A0 PS SACD 機的前面板 不是一個平面 是一個圓弧形 曲線的設計 這個都是天琴的特色 相信這個面板 都要用一個比較厚的鋁合金 整件加工出來 成本比一般機身的前面板要高 而這部機的 Stand 8 開關鍵 就在這部機的旁邊 當按著它之後 前面板這個天琴的標誌 就會由紅色變成藍色 中間這個 LCD 顯示屏 相信跟我之前試聽的 CD 機都一樣 不過顯示的資料就有點不同 我之前在 CD 機影片裡提到 當播放的時候 只是顯示一個三角形的 Play 標誌 好像浪費了這麼大的顯示屏 不知道廠方是否聽了我的意見 今次把 Play 的標誌 改為顯示有多少首歌和播放的時間 所以都非常清楚 打開了 CD 的櫃桶 看到前面都是一樣呈曲線 是跟前面板一樣 今次我試聽這部 SACD 機 我發現當 CD 桂桶打開之後 會阻礙下面的按鈕 當然如果大家用遙控器 就沒有這個問題了 你快樂過生活 我拼命去生存 幾多人位於山之段 撫衡我的疲倦 渴望被成全 努力做人誰怕棄轉 但那鐘天 乖在那天邊 和大家看看這部機器的功能設定 進入到 Menu 裡面有三個選項 分別有 Audio Display 和 Journal 我最想和大家分享就是 Audio 按下去有四個選項 分別有 Input Output Level Play Mode 和 Disk Layer 進入到 Input 裡面 看到有 CD 和 USB 大家播放這個串流音樂 經過 USB Input 就要按下去了 再出上一層 看到剛才那四個選項 這個 Output Level 按下去就看到有 High, Middle 和 Low 其實就是這部 CD 機的輸出電平 主要用來配合不同抗音機 令到它們更加匹配 再看上一頁 看到有 Play Mode 好 按下去其實最主要就是大家播 CD 的時候 例如可以 Normal 逐一支 CD 播 整支碟循環和一首歌的循環 可以在這裡選擇 還有最後一個就是 Disk Layer 這個 Disk Layer 就是幫你播放 CD 或者 SACD 的時候 你進去就可以看到 如果正常播放 SACD 它就會首先播放 SACD 層 但如果大家想上這個 SACD 播放 CD 層 就可以按下去 就可以選到播放 CD 層 再出去 看看其他那兩個 分別 Display 當然就是調校光暗 另外這個 Journal 主要就是把這部機 看看 Filmmare 以及 把這部機重新 Reset 功能設定就是這麼多 跟大家看看這部機的機背 看到這部機的機背 有一組的平衡 和一組的 RCA 模擬的輸出 用來直接接駁到前級 另外有一組的專用的接地位 這個就可以接駁到地盒裡 旁邊就有一個 IEC 的電源插 和總電源開關就是這裡 另外有一組 USB 的數碼輸入 可以方便接駁這個串流播放器 可以支援到 32bit 384kHz PCM 的訊息 和 DSD 256 另外有一組 AES EBU 和同軸的數碼輸出 可以當這部機是一個轉盤 來接這個解駁器 輸出的數碼訊息 就是 24bit 192kHz 打開這部機的機殼 看到裡面的線路排列都相當整齊 和見到 SACD 轉盤 是用了 DMM 開發的轉盤 這個 SACD 轉盤 在很多 High-end 公司都有用 當然天琴廠方 都有在轉盤上高做了一定的魔改 和另外的承托都做到更加穩固 來提升這個轉盤的表現力 再看看電源部分 見到有一個金屬的屏蔽殼 我估計裡面應該放了一個火牛 可以減低火牛對機裡面的線路的干擾 電路板上高見到有5G的電解質電容 每支都一萬的Mu 另外信號路徑上高見到有Vigma電容 和解碼用了 ESS ES9028P的晶片 每星度各用了一顆 看到的線路架構信號都是左右星度獨立 是全平衡的設計 和零件全部都是SMT組裝 儘量縮短訊號路徑為大前提 剛才不是提到 我之前試聽那部天琴的CD機 我就用了整套Absolute Line的前後級 加上那部CD機 整套開聲 我今次試聽這部新的SACD機 這個A0PS的SACD機 我就試試配搭不同品牌的M 我今次找了這部來自美國的Vinilose 一推這個喇叭 就來自瑞典的Martin全陶瓷的五重咒喇叭 看看有甚麼聲音效果 這部SACD機一開聲 給我一種很通透很晶瑩的感覺 它的聲音是偏向有文化歐式的聲音取向 它播放的細節分析力都足夠 但它都可以保持一定的音樂味 這部機我覺得它都是屬於一種很耐聽的機 聽得來都不會累 我今次選了這張CD來聽聽 這位是來自日本的年輕結他手 剛剛他在香港開了一場音樂會 我有現場聽過 趁著我還有記憶 今次試一試用這部SACD機來聽聽 剛剛跟大家聽完這張CD 這位Kent原來今年20歲 原來他在14歲的時候 已經贏出全日本Finger Picking Day的錦標賽冠軍 真的來頭不少 我今次拿這部SACD機來播一張CD 我發現Kent的彈奏真是乾淨利落 一點無謂的雜聲都沒有 起初我以為這部CD機的聲音是偏向斯文 想不到今次Kent彈奏用力的聲音 都可以播得出來 特別當他用力彈奏的時候 結他產生的共鳴聲 那些低頻都播得很好 剛剛講到低音 我就試試拿這張SACD機來播一播 這張碟的錄音 不要以為只有鋼琴加一組敲擊樂 以為沒甚麼 其實這張碟的動態對比相當大 以及低頻都甜得很深 我先錄一段給大家聽聽參考一下吧 這張碟如果大家是第一次聽 這張碟如果大家是第一次聽 突然間有一塊很強勁的鼓聲 真的被它嚇到 所以這張碟用來試動態對比是最適合的 而且這張碟裏面亦有很多很濕碎的聲音 這些亦有很考驗器材的分析力 這部SACD機 剛才我都說了 它的分析力是很好 好像剛才播了一張碟 鋼琴觸鍵聲的細節 以及銅拔在敲打出來的聲音質感和密度感 都可以很容易發揮出來 另外還有一個驚喜 就是敲機鋼在空間裡慢慢消散的尾聲 真的特別長 不會突然斷了的感覺 是很自然的 我覺得這部機就發揮到SACD的好處 動態對比方面都能表現出來 它將所有信息都交到抗音機上的處理 低頻方面都沒有令我失望 它的鼓聲不是那種大大塊煞過來的感覺 它是偏向有條理向下潛的感覺 低頻也很有線條感 播這張SACD碟的時候 那些鼓聲都很結實 人聲方面 我覺得這部機略帶微暖的感覺 令人聽得很舒服 很有人性化的感覺 但想不到它播一些新辣味的音樂 都有一種很Rock的感覺 好像這張CD裡面有一首Killing Me 它裡面除了人聲之外 其實結他也彈得很行 很有Rock的味道 我真的想不到這部SACD機都能播出 可能大家會問我 這部SACD機其實播哪一類音樂會比較適合 我覺得這部機始終都是瑞士的調聲 它的聲音取向 將會偏向秀麗、通透、有音樂感 我覺得它播一些古典音樂、人聲、小品 一些純音樂的演奏都很適合 當然好像剛才那張Skets of Seasons 這些大動態音樂都處理得到 都可以完全表現到動態對比出來 而且如果以我個人的喜好 我覺得我喜歡它播鋼琴音樂 那些鋼琴一粒一粒的聲音 真的很通透、很有華麗的感覺 而且當鋼琴大力彈奏的時候 那些墊底低頻的琴康聲 它又出得很好 好,最後來一個總結 其實近年想找一部優質的SACD機 其實都不多選擇 我今次試聽完這部天琴SACD 我覺得大家也可以多一個選擇 因為如果大家真的想找這部CD機 記得找個機會去聽一聽 看看合不合大家的口味 而且這部機本身是有少許音色 不過我覺得它的音色都不算太濃 變成它配合其他抗音機都不會太難 而且這部機到底播放SACD碟好 還是播放CD碟好 坦白它都可以把SACD的高頻伸延感覺 播放出來 所以它播放SACD我覺得是好一點 但CD也絕對收貨 所以我今次試聽 我都沒有特意去選擇哪一類型的CD碟 以及這部機跟同廠的A0PC的CD機 怎樣相比呢 我覺得如果大家預算是夠 都不要想太多 直上這部SACD機 好了,今次的分享就差不多了 大家記得分享、訂閱、按讚、Hi-Fi發燒台 以及最好按下下面的Superfans 給一些實質的支持我 下次見